第二题,一辆高铁列车以每秒100公尺的速率直线前进 进站前以固定力刹车直到列车停止 开始刹车后车速于20秒内减为每秒20公尺 则该列车的车速由每秒20公尺减为0的过程 会停止多少公尺 那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去算一些加速度啊,时间啊来解题 但是我们有观念清楚,配合一点数学就很容易做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减少了80公尺的时数,然后花了20秒 所以80公尺要花了20秒,所以我们要再减少20呢 只要再花5秒钟,所以我们再花5秒钟就可以减为0 我们晓得这是VT图,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面积代表位移,所以最后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我们要所求的位移 那三角形面积就是底乘以高除以2,所以底乘以高除以2 就叫做50,所以呢答案就是每秒50公尺 对不起就是总共行驶50公尺 所以第二题我们说会行驶多少公尺 我们答案选择是B50